你剛剛八月中是否開了一個演奏會在內地 是 早兩三個星期就有一個Piano Recital 這次開了一個你個人的 其實都是prepare了一段時間 還有我選了廣州開 因為當時是我和Steinway的一個collaboration 就是For Charity 所以我覺得這個location對我也是很重要的 那你自己喜歡彈琴多點還是唱歌多點? 我已經想到就是你會問我這個 其實我覺得是不同的 但是我兩個都很喜歡 而且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不會離開任何的 但是可能我會覺得長歌就比較興奮多點 就不是說鋼琴不好 但是它是連我的 another type的特質 所以我覺得唱歌可能我會選擇多點 那你現在平時會花多少時間練琴? 我基本上每一天都會練 但是那個時間都是有range around 可能weekends會練的多點 因為時間就比較多 那另外演奏會以外呢? 你作文都拿到獎了 怎樣?你很喜歡寫作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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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這個 我不知道你們會問我這個 嗯 但是 就我自己 可能因為我們學校的同學 大家都非常之厲害 而且每一個人其實的課程都非常之好 但是我自己就是想試一下 就是去看一下 like around where I'm at or like what I have to improve on 嗯 所以就打算可以試一下 那你又 就是功課又忙 又要練琴 又要唱歌 那有沒有時間休息? 或者空閒時間 想喜歡玩些什麼? 嗯 其實honestly speaking 其實就 spare time 是非常之少 而且大部分時間都是沒有那個free time 但是我覺得 嗯 我不會覺得就是 很累 或者是 like I don't want to do anything I don't want to touch anything 因為我覺得就 例如長歌就是我自己選的 還有我自己想花這個時間去做 所以我就不會覺得 覺得 oh it's it's wasting my time it's taking up my time or like 因為我唱歌 我就沒有時間去做baking 因為我自己真的很喜歡baking for example 但是我不會有這些想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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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